苏世在《文语可画云》当古眼竹记中 谈及表兄文童的画竹心得 竹之始生一寸之蒙耳而结叶俱焉 自调腹舌汉以至于剑拔时循者生而有之也 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 夜夜而累之 其父有竹乎 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 直笔熟视 乃见其所欲画者 及其从之 镇笔直碎 以追其所见 如吐起胡落 少纵则适宜 要真正实现胸有成竹 心中必须早已备有完整的架构 还要能同时表达出竹竿之刚净和弹性 竹叶之强韧和轻柔 阎山先生的芭蕉 山石与竹树之落寞和笔法同出一辙 皆比利万钧 一刚一柔 使画面充满一股动感 画中的竹和芭蕉虽非知凡夜貌 却奋力地在玩石硬土间向上发展 令人感受到一种顽强的生命本能 听似的音乐 感谢观看